游户是照常送信 但今天骑的路 有点像障碍赛 还有居家照护的护理师 以前可以开车进入 现在只能徒步 因为新竹关西镇东光里 这个区的居民 他们进出的产业道路 已经变成这副模样 最早最早就是水泥路了 你知道吗 你看它 多厚了 已经有差不多 一时以上 因为前一阵子下雨 这个路迷宁不堪 他没有通知 就给我们挖到这样 连贡餐 垃圾车 移物猜 甚至说 我们里面住了两位老人家 一个94岁 一个98岁 要看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 路面被刨除 里头还有四五辆车开不出来 情是地主主张 买入土地时 只是碎石路 前年县府未经同意 就在上面瓦泊游 导致他不符农地农用规定 才会打官司 法院判决 现府恢复原状 这使得原本住在里头 共12户 约100多人的出入 严重受阻 主张者 他供特定的几户住家 在做通行使用 那几户住家 通行使用的情况之下 这就不符合 所谓的不特定民众 法官说 是否能成为既定道路 必须有两个要件 一得提供不特定多数人使用 二得有长久使用的事实 例如有人养护 早期是铺水泥 后来进宫所帮我们铺薄游那些 那因为计刺 是那个进宫所 没办法拿出说 他以前维修的 维修的那个记录 老鼠前他就一直走下 将近百年的路 可以透过 公所的一个帮忙跟协助 我说产业道路的部分 可以新辟 那就可以来有一个 完整通行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 当然也可以协助住 来做一个 代替通行权的一个争取 截稿前尚未联系到地主 不过当地居民决定要上诉 因为不能出入 不仅影响消防 连高龄长者就医也深受影响 我们只是盼望说 能够平安的出入 民宣黄兆康新知报道